虽然小S的婚姻生活依旧备受议论 但她还是选择再次付出 多次澄清自己的生活十分幸福 而从S一家人的近况中可以看出 他们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 但直到如今大S依旧没有露面 12月14日 小S和S妈现身表姐家做客 一家人提前庆祝圣诞节 聚会的氛围十分火热 但独独缺少了大S 画面中 小S和S妈手里都提满了礼物 母女俩和亲戚一见面就表现得十分热情 全程热聊不断 小S的亲戚也十分贴心 知道她近段时间难熬 一把将小S抱在怀里安慰 画面中小S的表情也显得有些难受 可见老公的风波 还是对她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露面的S妈举起手和亲戚们打着招呼 心情很不错的样子 不过双眼十分浮肿 刚割的双眼皮还没有完全消肿 久违露面的S妈状态看上去并不算好 还有不少网友直指S妈的脸崩了 看起来像个巫婆 当天露面的小S穿着一身红衣 打扮十分喜庆 虽然是素颜状态 但皮肤非常细腻 看上去格外抢眼 几人聚餐期间还大吃甜品 和亲友在一起时 小S的心情似乎也得到了缓解 照片中的她笑容十分灿烂 不过依旧可以看出小S消瘦了不少 下巴变得更尖了 手臂也过于纤细 用餐期间小S似乎又有些情绪崩溃 抱着亲戚说这些什么 大家都纷纷围在她身边安慰 昨天大S并未参加这场聚会 除了大S外也不见徐亚军的身影 她和小S的婚姻状态再次引发猜测 近段时间 有关徐亚军在上海杨小三和四生子的消息满天飞 不过自始至终徐亚军都没有出面发声 小S的回应也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夫妻俩的反应让该消息有了一定可信度 随后小S接连更新了多条动态 为产品卖力宣传的同时 也回复着网友们的留言 在被指家庭生活惨时 小S喊话自己很幸福 不过毕竟风波未平 小S的晒照以及回应再次引发了舆论争议 紧接着小S晒出了和蔡汤勇的合影 一语双关的发文引人深思 但这次她直接关闭了评论权限 小S除了自己发声外 好友侯佩岑也在受访时替小S说话 表示他和老公十分甜蜜 不过这些话在网友眼里却是不可信的 从小S的反应中可以看出 他似乎已经接受了徐亚军的这些迫事 毕竟生活是自己的 无论如何还是祝福小S 不过这些话题